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370章 變故中的變故 上次說到我確認了林武禪和劉向晚失蹤了 他們倆失蹤的大體脈絡我掌握了 我就猜他們倆一定喜歡了一些離奇古怪的東西 同時我的情況也不能去哪裏 不僅辛苦重傷 幾乎所有很厲害的東西都留在智雲山上 我們的行李阻止雲山外的小旅館之中 不知道那個又笨又笨的旅店老闆會否幫我們扔掉呢? 就算我要去打定林武禪和劉向晚的下落 也要拿回事再說 如果不然連自己的命可不可以保得住都還未知 眼下還有些更棘手的東西要去處理 在上過座家裡有幾十條人命 所以才解決了這個疑微之急再說 總算靠通開副波秀把尤飛白救了出來 這就算有個幫手 就算他只能扶著我走幾步也好 也好過我連路也走不了 當下我對尤飛白說 尤老哥,林武禪和劉向晚兩個人失蹤的事 我們以後再談吧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把送局所裡的那麼多人救出來 我已經和萬鴻堡達成了個協議 救出我們的人之後,等他把那個欽兵葫蘆收走 尤飛白聽到後嚇了一跳,馬上說 哎喲,不行的不行的 那樣東西不能再在他的手裡了 你還這樣欺詩滅了的人 拿著那個協議會做什麼出來 你讓我更清楚吧 我吐了頭,然後說 你說的是對的 但現在不合作的話 連條命都保不住 我所說的合作 就不是指萬鴻堡可以幫到什麼手 只要他不從中搗亂殺了我們兩個就行了 你說怎麼辦 尤飛白是個忠口老實的人 他喜歡獨來獨往 本來沒有什麼特別多的精彩意見 但今次不知為什麼 標了一句很有用的說話出來 尤飛白奇奇笑了一下,然後說 哦,其實等他拿走狐魯都可以 我們還可以留個後手 我們把那個名金兒拿回來 那就可以了 尤飛白這句話提醒了我 明金兒是個好東西 但萬鴻堡不是傻子 那東西雖然在院子裡 臨走的時候他不會忘記拿 司馬仁可以用泥賽做個狐魯 而且唯妙唯超 但做個精密的寶兒 這樣就很愛行 而且就算是金工高手 沒有十多天半個月 都不想把這個兒做得很像 當然真正的蜂用更是沒有的 如果我們明搶的話 萬鴻堡有鷹鷹鷹鷹鷹在手上 雖然我們人是足夠多的 但未必是他的對手 就算尤飛白可以介入鷹鷹鷹鷹 也要靠機緣 就看看誰才能搶到明金兒再說 而以萬鴻堡的心胸 寧願如此僵持著 也絕對不會讓我們碰到明金兒 因為萬鴻堡知道我們是拖不起時間 總之擺明去搶和偷天換日 這些舊的手段都用不了 劉雲雅在我背包裡 但石鴻獸這個時候在朝環山上逍遙著 沒有石鴻獸坐鎮 劉雲雅用起來也不放心 萬一偷我們這群人那怎麼辦 我就很擔心地繼續說 尤大哥 你說得很有道理 但我們沒辦法再偷換回來 我的石鴻獸不在 尤飛白很哭哭地笑了一下 接著說 哈哈 誰說要偷呢 那樣東西不用偷的 我師父孟道傳當日 留了個法門給我 我就信師父不會傳給萬鴻堡 我問他 那是什麼法門 尤飛白就說 哦 那就等明金兒自己回來的法門 我領領頭 尤飛白這樣說太過於自信了 雖然萬鴻堡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但不代表當年也是這樣的 他雖然曾經是個爛仔 但當年在場面上的事情 肯定是全部做好了 要不然 孟道傳也不會收他為徒弟了 傳授了一身技藝給他 所以我就說 尤大哥 你這樣說話不太準 你剛才知道他不是你師父孟道傳 又怎會知道他不懂那手法門呢 尤飛白跟著說 以前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有人殺死我師父 現在仔細想起來 萬鴻堡當日有很多不對勁的地方 我有六七分把握斷定他 不懂那手法門 那手法門叫做環珠術 因為現在很緊急 我也沒有時間和尤飛白求證這件事 就唯有說 既然你有六七分把握 我們就試一下吧 不過我們說些事先去試探一下他 你按照我講的套路去討論他的話 一問便知道了 於是我手牆刮肚幫尤飛白騙了一套謊 因為這個人說謊的水平 我實在不敢公為 我承認說謊欺騙別人是不對的 但為了救人 這個謊話無論如何都要說 尤飛白也很明白 我擔心在屋內的人堅持不了多久 看一看錶還剩下十多分鐘 我索性主動去到大院門去見萬鴻堡 尤飛白年紀都不小了 整五六十歲 扶著我這個年輕人一高一低 慢慢轉過院場 然後我們見到萬鴻堡盤腿在大門前面 正在閉目養神 那我就放心了 幸好他還算是將手約定 沒有去歸探我們說話 但萬鴻堡一見到尤飛白 整片面膏都白白 而尤飛白的眼裡都充滿殺氣 完全沒有老人家應該有的慈眉善武 我見到氣氛那麼緊張 我就發現他們兩人的仇恨相當大 一旦談不上的話 馬上打起來 我們的計劃就會失敗 我們兩人被殺了就不要緊 但在院子裡還有幾十條人命 所以我主動開聲去做和事佬 馬上說 兩位我有言在先 我們現在打成僵局了 索性不要再打了 不要因為一時情緒 不管那些大事 我這邊有幾十條人命 萬先生有個寶貝在裡面 你們兩人不要怒吵 我們精神合作各取所需 尤飛白聽到我這樣說 他也知道現在不是報仇的時候 萬鴻堡就把那欣兵葫蘆作為命根 不可以抹股 只要可以拿回葫蘆 什麼事都有商量 他們兩人這樣才穩定著情緒 尤飛白就按照我剛才的意思開聲說 成萬的 我們今天是不得已才合作 我不殺你 你也不要害我 今天分開之後 翌日再見 我們就見個高低 拼個如死妄婆 怎樣啊 尤飛白說話的時候 又生氣又憎 而當日 很被警仰的師傅 現在被人罵得姓萬 人情說變就變 萬鴻堡也全身不舒服 但萬鴻堡看了那欣兵葫蘆 他就說 可以啊 尤飛白繼續說 既然我們之間要合作 雙方都要傾盡全力 如果只有一方出力 另一方助享其成 那肯定是做不好的 萬鴻堡聽到後就很生氣 他就說 你有事就快點說 有屁就快點放 我何時說過我不出力的 尤飛白的樣子現在都很生氣 但他硬忍著 然後又說 那好吧 我記得先師在世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法門 叫做環珠術 是明金兒的一個使用辦法 你現在用不用到環珠術 用到的話 我們才方便做事 這些話都是我教尤飛白說的 我就強調要把這個法門的名字說出來 但就不能說這個法門是有什麼用的 看看萬鴻堡有什麼反應 結果萬鴻堡聽到後就很生氣 在地上整個摘著起來 很兇死地說 你這個姓油的臭小子 是不是又想騙我 又用那個姓孟的東西來騙我呢 我今天就告訴你 大爺我不認識 都沒聽說過 我再也不會上當 萬鴻堡鬧到口水花噴噴 拉開架子要跟我們動手 我馬上攔著他 萬堂主呀 你別這麼激動 我們也是為了共同目標 你拿回葫蘆 我們救人出來 所以凡事不要那麼勞氣 我們又沒有說什麼很攻擊性的東西 尤飛白也說 你不認識就不認識 要不要那麼生氣 我都不認識 那就扯平了 尤飛白沒有生氣 反而有點開心 因為他知道 自己可能要拿回無道堂的鎮堡補器 他原來就懂得還珠術 只不過就愛於自己對師父很尊重 他就不敢用 總不可以偷自己師父的東西 這次知道萬熊堡不是孟道全 那就不用理會了 我馬上幫忙打完場 說 是呀是呀 辦法總是有的 我們再詳細商量一下 肯定可以成功 相信我吧 尤飛白也的時候 轉著臉跟我說 不如我們還是自己來做這件事 不可以質疑別人 只要別人不搗亂 這樣就可以了 這句話激到萬熊堡全臉都青了 他就說 不行啊不行啊 今次我堅決不讓你們私自行動 我貴為一代堂主 無道堂裡的事一定要搞清楚 萬熊堡言下之意 其實是想看看尤飛白懂不懂還珠術 這個還珠術到底是什麼法門 看看可不可以偷學回來 他在沙邊肯定在罵盲道傳 竟然在自己手上留了這一手 但將自己所有本事 傳給一個 謝式守住的井的傻子 沙邊很不奮起 所以我們雙方爭辭不下 萬熊堡見到我受了重傷 他就指著自己有幾件陰兵發起 他估計 尤飛白這麼多年生活在井裡 看怕沒嫁過多少陰兵 雖然學了整身本事 但英雄無用無之地 就像趕蟲人一樣 就算有多少拆蟲書 身邊一隻蟲都沒有 這樣完全是沒用的 在我們爭論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陣黃蜂在院子裡掛了出來 那些風沙很大的 遮住我們對眼 萬熊堡嚇了一跳大聲喊 糟了糟了!那些陰兵出來了 結果那些黃蜂很快散光 在距離我們二十多米的地方 居然坐著偉鹿 偉鹿居然自己出來了 我很開心 馬上爭拆著走過去 口裡大聲喊 偉鹿!你真好 偉鹿見到我近一近一走過來 一聲大哭出來了 我就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 慢慢走過去 坐在她身邊然後問她說 你可以出來 你哭什麼? 偉鹿一邊哭一邊說 我承認我對不起大家 都對不起我老公 我是個很自私自利的人 我就很急了 繼續問她 你為什麼這樣說? 偉鹿哭得眼淚滑滑聲流 好像雨打梨花一樣 我實在不想等肚裡的孩子 和我一起沒命 為了那個孩子 我什麼都做得出 是我害死了他們 是我害死了他們 我更加急了 繼續問她 你說什麼?你為什麼害死他們? 你可以出來 大家開心都來不及了 偉鹿又哭著說 你以為只有我自己 有手段可以出來嗎? 裡面那群人都很厲害 可以出來的人 絕對不只我一個 是因為大家不想 讓那些陰兵感應到 有人在用手段 那些陰兵感應到之後 就會衝進去了 我聽到之後就安慰偉鹿說 是不是你想多了? 那些陰兵沒那麼厲害 你一瞬間就出來了 根本就不用做任何動作 但偉鹿還繼續哭 在裡面就算抬抬手 那些陰兵也能夠感應到 那些陰兵也能夠感應到 我還用了這個道門 那就是闖禍了 我聽到這花束話 但一瞬間醒醒 我想起了在屋裡 盤腿坐著的石板 這個人是會穿連花影的 眨眼之間就可以出來了 為什麼還要盤腿坐在屋裡? 我來到這個時候才明白 游飛白看到 偉鹿一陣黃蜂把自己撕出來 他嚇了一跳 根本就來不及去看偉鹿 而是直接跑到那個大院的鐵門 對著裡面看了一下 他看完之後就大聲說 哎呀糟了糟了 那些陰兵在湧進去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您的收聽